當然影響盤面 我們這兩天都持續帶您來觀察的是 疫情這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在今天新增295例 本土新增286例 有宣布295例的COVID-19的確診 那286例是本土 那9例是境外移住 居住的縣市以新北市157例 那在中和有40例 那其實是臺北市的87例 那萬華區有40例 那其中有萬華的活動室相關的有84例 茶藝館相關的有60例 那社團相關的有7例 那水果商相關的有4例 油漏場相關的有2例 那關聯不明的63例 其他已知感染源的有38例 那至今我們累計的死亡個案是15例 今天還是新增了286例 顯然沒有明確減緩的跡象 特別是疫情不只影響股市 不只影響到老百姓的健康 生命 財產 安全 還影響到我們的外交 在今天最近傳出的消息 是宏都拉斯 也就是我們現在僅存的15國外交之一 說求助華府無火 可能會為了要得到疫苗和台灣斷交 雖然外交部說幫以穩固 但是我相信相信的人不多 因為他們已經講明白了 沒有疫苗的話 我們就跟台灣斷交了 對 那疫情目前來講 看起來還是在蔓延 還是在擴大之中 很多人都在問說 為什麼我們上半場打得很漂亮 下半場怎麼會這樣子呢 大家心裡面都有好幾個問號 彭博社他給我們一個答案 你們太自滿了 把過去的防疫的神話戳破了 那今天我們又發現 和平醫院又增加五個 那和平醫院說我現在封院了 我現在已經不接了 到5月28號 另外台北聯合醫院 他的松德分院也增加 兩個員工的確診 另外我們來看 在最近這樣的一個 氾濫的情況之下 也出現了一些害群之馬 比如說 趙洋大學一個女孩子 他的足跡非常大 從台中 彰化到那個豐原 到處都是 不過他說我不知道 我確診 感染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一直在道歉 還拖了他的足跡 對 拖下來 你看這個活動力很強 那活動力很強 這代表病毒活動力也很強 另外最可惡的是 西湖有一個女的保險員 為了一直要去推銷保單 他其實5月8號 他有參加這個花壇的全國的那個 全國餐廳的那個喜宴 他跟那個葡萄家族是做一桌的 但是到5月14號 葡萄家族已經掀開來 全國都知道了 他還在跑 他還在洗頭 還在去推銷保單 大家氣死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明明應該隔離 你不要說你有確診 那個時候你說普通家族有了 但是你跟他坐在一起 你就已經要自動隔離了 對不對 你不用人通知了 結果他還隱瞞 這個是比較可惡的一個地方 對 那再來的話 台灣現在在問 為什麼我們沒有疫苗 加上昨天進來的40萬 我們才71萬 加起來台灣可以打得不到3% 打一次喔 現在有很多打一次的 比如說我覺得你是優先的 醫護人員 那你打一次以後 你的防護率只有60% 是不是還要再打第二針 才防護率達到80% 90% 但是還有沒有第二針打 現在沒有 現在你醫院也沒有用 中間不是說醫院有用嗎 那讓我們回想到 去年的10月21號 東陽光我已經買那個BNT 三千劑 三千萬劑 那時候再買來就沒事了 那中間誰在做梗 那些人現在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這有夠夭壽鈎 連這種錢都要賺 所以現在在這種 所謂的防疫當頭的時候 你很多政治人物還在什麼 還在噴口水 現在中央跟地方已經人羊馬翻了 在這個時候還在噴口水 我們看那個板橋的立委 這個羅志正 還在攻擊 那個新北市的一個市長侯友宜 說你有夠跟班的 你做什麼跟小姐也買不到 快篩只有一個而已 工業六十五萬 一天三百的是要有夠 那不是中央的事情 另外你的防疫旅館也不夠 防疫的房間在剛才排在後面 現在你以為你應該做的是 督促你的財政部 督促你的經濟部 話庭的庭 這些受害的觀光旅館 觀光業餐廳業 他們要怎麼過日子 你要不要給他們補貼 他們也是被害者 你話庭大家都要庭 但是問題 工作可以停 生理可以停 他們小孩的牛奶不能停 他們小孩要吃飯 不倒不能停 你們有沒有想到這些 都沒有 現在連我們的邦交都出現了 搖搖欲墜 宏都拉斯 那是中南美村最好一家的國家 你知道嗎 已經怎麼樣 一九百九百萬的人口 打不到一趴 他們跟美國求救 美國不理他 那只好跟我們求救 我們也沒辦法 我自己就沒有 你是要怎麼樣 結果聽說他跟2018年 跟我們斷交的沙拉瓦都說 拜託拜託 不理會跟北京說一下 我來買 很多人說他可能會棄我投共 把我們拋棄掉去投共 為了疫苗 對 那為了疫苗沒辦法 那宏都拉斯小孩也不太可憐 他九百萬的人口 一個小的國家 他的所有的外匯 只有靠一個香蕉而已 而且他去年衰事連連 那個總統他最仰仗的 他的姐姐竟然是墜機身亡 另外總統跟總統夫人都確診了 現在洪都拉斯經濟有夠賣 他唯一靠的是五分之一的人口 在美國打工的外匯 如果沒有那個外匯 怎麼說這個 氣候的因素 失業率 治安的問題 搞到真的贏得沒辦法 你知道洪都拉斯的首都 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城市 那個首都叫德谷西加巴 你在首都你只要打出坊店 就被搶了 甚至你到大賣場去 在廁所裡面會被搶 為什麼 歹徒會串通那個大賣場的首位 來搶你 所以在那麼危險的一個地方 那麼危險 那個疫情那麼嚴峻的一個地方 有可能動搖到我們的邦友 而且確實他們赤貧的人口很多 據說他們40%的人都赤貧 有一半的人 每天的生活費是在一美金之下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這個貧民窟在哪裡 在首都旁邊 首都旁邊 就有非常多的貧民窟 然後他們很多都住在垃圾山裡 所以也因為在洪都拉斯 沒辦法過日子 所以只好非法移民到美國 我們帶觀眾朋友看一個 非常令人震驚的畫面 這個畫面是 有將近一萬人 他們千里長征 要走路走到美國去 你可以想見嗎 他們要非法移民到美國 因為在洪都拉斯日子 沒辦法過了 所以想不到 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竟然出現了萬人千里長征 那你就知道 洪都拉斯現在國內的情況 有多麼嚴峻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為了疫苗跟我們斷交 我們要持續帶你來關注 後續的發展 不過回到疫情本身 在今天盤中 我們再來看一次台北股市 盤中之所以出現了 早盤的擊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傳出和平醫院 又有人確診了 和平醫院不是之前 已經篩過了嗎 怎麼又傳出確診呢 那我們針對這個 目前本土案例 有引發的院內感染的事件 昨天跟大家講 是有三起 那我們今天就是初步新增研判的 有兩起 所以總共有五起 整個和平醫院 大概可以切兩塊 一個是有 我們初步研判 還是算是一個院內傳染的事件 是在同一個病房當中 有總共四名的病患 跟一名看護 目前是確診 不過後續的比較 還是在防火牆之內的 那另外三個員工的話 則是因為就是 因為和平就會在萬華 所以總是會有一些萬華的 接觸時或活動時 所以這個員工確診的話 大概就是跟社區的這個疫情 比較有關係 而不是院內的傳染鏈 好 我們來看和平醫院 和平醫院今天再傳院內感染嗎 和平醫院確診了三位員工 以及兩名病患 而且這兩名病患還是陰轉陽 所以有人說和平醫院是刺破感染 我要問一下理事長 它是刺破感染嗎 什麼是刺破感染 刺破感染就是說 它原來不是後來傳出去的 這等於是造成的院內感染 有第二波出去了 第二波 對 第二波出去了 這個表示說 這一次我們防控的時候 做得不好的意思 但是這個病人 他們基本上是一個陰轉陽 所以他已經踩過了 他第一次踩了 再踩第二次 那第一次為什麼踩 就是高風險 所以原則上來講 所以第一次踩是陰的 對 那二踩竟然變陽 對 這樣子的意思就表示說 因為他一踩以後 他已經做了管控了 所以原則上來講 他應該還是第一波的 還是第一波的 還是第一波的 第一波的 所以他到底是管控做得不好 還是第一次踩的時候 就是尾陰 不是 他不是尾陰 他是第一次踩就是陰 因為我們到這個病毒 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不一定踩得到 然後後來過了幾天以後 第二次 二踩的時候 他就變陽性 所以這個是歸到第一波的 那我們到第一波跟第二波差在哪裡 第一波我們知道 這個在和平醫院 他本身有跟萬華有個地緣關係 他就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知道 我們的醫生在診斷 那個所謂的 那個新冠病人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診斷 是靠著TOCC 就是說這個健保卡 有沒有助記 有沒有那個疫區 有沒有先助記起來 那我們才知道他的這個病人是 會不會是新冠的 因為新冠他長得跟其他的病都很像的 就是發燒 就是上位到症狀 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你要診斷他 就是靠他那個旅遊史 接觸史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動物接觸史 這幾個東西 就是我們說的TOCC 那TOCC的話 在疫區 因為他這一次疫區化的時候 化得特別的慢 知道吧 他確定社區感染 確定的比較晚 他化疫區也化得特別慢 那誰也不知道 就在你家旁邊就是疫區啊 所以為什麼在疫區旁邊 這個在萬華附近的 你看台大醫院和平院都會出事 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他不知道家門口就是疫區 所以他家門口的人來看病 那又怎樣 沒什麼了不起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疫區範圍太小 不是 他就沒有劃定了 就是當然沒有劃定 因為我們診斷的時候 其實是靠了插健保卡 健保卡 衛生局會先註記 你有劃到這個疫區的時候 所以他劃到的範圍很小 只有那個周邊的 他連話都沒話 沒有話 就是來不及話 他就還沒有先認定社區 然後沒有認定社區 就沒有認定疫區 沒有認定疫區就沒有註記 連話都沒有話 所以造成第一波 所以第一波是可以原諒的 因為你就是跟社區 那現在你說是第二波 就是他第二波 他就否定了第二波 第二波就不是 所以說第二波的意思 就是你已經住院了以後 再在醫院再傳一波 這表示說你這個醫院的管控 是有問題的 這個醫院可能就要做 一個更大動作 可能是封院或怎麼樣 那個都在處理 所以這一波 如果沒有的話就好辦 原來都是第一波進來的 那就沒有事情 那理事長你認為 這是第二波呢 還是第一波呢 第一波 是第一波 所以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不用那麼擔心 對 但是我們也蠻擔心的 是剛剛所談到的英轉陽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這個病毒株 特別凶狠 特別難搞定 特別是這一次的 是英國變異病毒株 所以有人說是因為 英國變異病毒株 真的非常難測 是這樣子的 英國變異病毒株的話 我們來看這裡 像這個病毒株的話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 出現了一個變異 變異的一個蛋白 這個蛋白 基本上是一個受體 這個受體 受體它基本上是 它可以活化 我們整個的那個病毒 讓這個病毒的 那個幾蛋白 它會變得更加的密實 所以當它去感染到 你這個 它的受體的時候 就是ACE2 這是正牌的 這個新冠病毒 它的一個受體 感染到這個受體以後 它就會產生了疾病 然後這個也後來被證實 ACE2是產生傳染力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它的結合力 會增強的時候 這是它的捷徑 對 不是 這個它是正牌受體 這是它的正牌受體 所以它是透過它 它等於是個通道 對不對 對 它要病毒要經過這個ACE2 才能夠進病毒 進到細胞裡頭去 那才能夠產生毒性 也能夠才能夠產生傳染 證實著這兩個事件 那由於它這樣子的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活化的動作出來以後 造成的這個結合會更加強烈 所以有可能 它是會造成傳染力會更強 傳染力更強的話 跟這個富洋是沒有關係的 富洋代表的是 所以它不是富洋 跟富洋沒有關係 跟傳染力有關係 跟富洋沒關係 富洋是什麼東西 富洋就是說 我們感染了以後 其實新冠病毒感染到我們人體以後 我們人體是產生的抗體 是沒有用的 不一定能夠把這個病毒給消滅掉 所以你常常看到 在去年一年 我們看到很多的病人 很多病人關了14天以後 它基本上來講 關了14天 它已經產生了抗體 結果這個病毒 還是陰陰陽陽陰陰陽陽一大堆 對不對 陰陰陽陽很久了 結果那些人 你只要沒有好好管治 它也不會出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抗體 是沒有用的抗體 並不是每個抗體出來 它都能夠把這個病毒壓下去 但是打了疫苗 疫苗的抗體是有用的 自然感染的抗體不一定有用 好 所以這個樣子的話 就可以產生會陰陰陽陽 會有富洋的表現 是這樣子 你感染過的時候 你還會 病毒才會冒出來 那之前的狀況是富洋 但這一次不是對不對 這一次 英國冰疫病毒株 並不是會反反覆覆產生富洋 對 這是每個病毒都會引起這樣子的 那這個是它 代表這個傳染力加強 非常強 加強了 那這個傳染力加強 還有在證實 我們只是在分子生物學上證實了 它跟ACE2的結合比較加強 這個結合加強 還要反映到真實的傳染力 沒有那麼簡單 那這個就必須要再做 更進一步的證實才可以 過去我們都認為 傳染力變強之後 重症率就會變低 我們從過去的流感 就看出這樣的現象 但也有人說 英國變異病毒株 跟我們過去的思維跟邏輯 完全不同 它雖然傳染力變強 但是它重症率沒有變低 是這樣嗎 不一定 因為我這個重症率 基本上跟當地的醫療 是有關係的 醫療如果做得好的話 就不會有關係 所以基本上來講 如果在剛開始的時候 還有重症比例的話 在剛開始的時候 它的重症比例會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真的他就不了解 所以現在還不太準 對 現在數字還不太準 對 這不見得重症率比較高 對 不見得 但傳染力比較強 這個可能性是高的 所以還是要特別小心 當然也要來談談生計股 所以憲哥 生計股出現了 天天換股輪動的情況 這樣是買得買的 對 其實現在每天早上 今天輪到了防護醫了 輪到了中藥了 大家都在問說 今天到底是幾例 如果今天降到 假設我們今天降到200以下 才會過 漲停就打開了 就很奇怪 大家都這樣 所以坦白講 現在在搶這些股票的人 都是極短線 大家也都認為 這一次 他雖然這個高峰還沒有到 但是已經接近了 大家就看下個禮拜 所以 每天都要輪 幾次是疫苗 幾次是口罩 幾次是油 現在又輪到防護醫 這樣是要怎麼做 是 防護醫 其實他 我覺得口罩 防護醫 他們五月的營收都會很好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短套的人 都還可以再繼續稍微等待 口罩不是說很大嗎 不用歡樂嗎 對… 口罩最近也是唱到你知道嗎 另外這個跟大家報告 那個順天 順天藥廠 我跟你講那個是藥 它沒有預防的效果 今天很多人去搶你知道嗎 去藥房買 所以現在藥房說 你別買 別買 這不可以不是藥房的 這是你老婆親情的 要養的 普通時候你吃 這是不好 但是這麼多人去唱 口罩又不會去 他普通時候 夾這個就很普通的而已 就只有這個而已 你看一下 那也是這樣 一二三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時候不要 不要聽到 王爺就開場了 很危險 有時候開場就好 開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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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慶祝